接到好多人跟我的警告 只是我不想把它表白 包括类似安装一些某些 是不是有人安装監聽器 監聽我的一舉一動 或者我被某些人在監控之中 那我覺得這種感覺是很不舒服的 2020大選倒數黑暗招數花招百出 如今又傳出竊聽疑雲 讓韓市長再也受不了 自爆台版水門案市長辦公室遭竊聽 大家都在猜說 市長為什麼不再四圍辦公室辦公 幹嘛到鳳山去 昨天那件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稍微就能夠想像到底是為什麼 議員推測原來韓市長大動作 換辦公室是早就知道遭人窃聽 一查果真辦公室遭人闖入 前後至少五次 韓國瑜受訪時也證實 真的是有政治企圖在裡頭 不可原諒 韓國瑜選後就憑被問到 何時入住市長官邸 但其實都沒有給出答案 直到上任後也還沒有搬進去 最後才說要在左營租兩房一天 一月三十坪的房子 當初說是因為官邸太大街 但也令人揣測 就是擔心被竊聽才不入住官邸 那如果不管是公職人員或者民意代表 他的隱私權被侵犯的話 那變成大家要共同面對 所以這些議員的指責我不太能夠同意 民意黨執政高雄二十年 雖然痛失高雄 但遺留下來的人脈似乎還不少 各種抹黑韓國瑜不忍了 今日前在議會自爆 中央高層組打韓小組要卡他 現在又加碼爆料 辦公室遭竊聽 強力反擊 記得高雄中央報道